这个是套标机的教学视频 首先呢要学会穿模 那这模是这么穿的 然后呢他的工作原理就是说 通过电机把膜拉下来 然后呢通过底部的切刀把膜切断 切断以后呢再通过这个 这个电机要把膜直接送到瓶盖里面 然后呢这里是光电对标光电 也就是说瓶子过来就能够感应到那个盖子 然后就给信号机器 然后机器去启动套标 然后呢调节的话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这个上下左右都可以调节的 它是很重要的 放在过去啊 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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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呢套完标以后 套完标以后因为套标机也是220的 电压也是国内标准电压的 然后这里呢是调节那个压盖的 压标的 这是调高低的 然后呢这里就是收缩炉 收缩炉的电是电是380伏的 黑色的这根呢是零线来的 另外三根呢是火线来的 这个是电源开关这个是调节温度的 然后呢这些都是相应控制底下的不同的那个部位的工作 如果机器有工作 如果机器有工作电压表是会有动作的 然后呢这是无极条素的 旋钮条素 根据实际的情况 根据实际的情况 和不同的产品 调节它的那个功力大小 这个就是机器上面的定位模具 这里呢是方便盖子过来移动的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要找东西去承接它 那整一条线的过程就这个样子